这边我要用那一个Alaft Sanjong的作业 来讨论Fontu Chapter 7 Coordinate So首先我们有Distance in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So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当它是横线跟直线的时候 就是说我有横线和直线的距离 然后我们直接是大然后减小就可以了 我拿大的那个号码减小的号码 就可以找到它们的距离了 所以你看啊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4 然后这一个是减6 所以它Distance直接是4减6 然后它变成4加6等于10 这样 然后这一个是10 这一边是negative10 所以它Distance是10减negative10 等于10加10 也就是20 然后这个大的是减4 小的是减16 所以它Distance是减4减16 就减4加16 16减412 所以它答案是12 然后如果它的那个是什么 斜的情况 斜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用那个 什么东西啊 我们就用那个 没有这个它没有 才没有到斜的 这个你看减79 减79就是向后走7 向上走9 然后它来前面5格 所以我这个减7向前走5格 所以我的h呢 会是等于减7加5 等于减2 然后减7减7一样 9跟k 所以我的9 那个我的k会是等于9减2 所以我的k是直接9减2 等于7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向前走 所以我直接减7向前走 就是说我的减7加5 会是向前走 会是等于h 然后这个是9k向下走 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个 9减2 会是等于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拿到h等于减2 然后k等于7 同样的道理 我这一个是4 ok 这一边这个是4 然后向后走两格 会变成h 所以我的h呢 是4减2 所以我的h等于4减2 等于2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一边 所以我的这个减2k 向下走4格 所以就是说我的减2减4等于k 所以我的k等于减2减4 等于减6 ok 所以我的h等于2k等于减6 这样 ok 就是这样而已 这一个其实它也是用距离的那一种方式来做啦 so我用距离的方式来做的时候呢 我就这一个h是减2嘛 然后这个是减7嘛 所以我的这个减2减减7 然后它会变成了那个减2加7 它是5格 对 然后我的这个9减7 这个是9减7 然后拿到是2 也对 然后这一边呢 我这一个我拿到的是h是2嘛 然后这一个是减6 所以你看4减2 4减2 我拿到是2 对 两格 然后减2减减6 减2减减6 然后就等于减2加6 看你4 对 对就是这样 ok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k 一格 一向前走5格k k等于1加5等于6 然后我的h 是3 所以我的h呢 会是等于4加3等于7 所以h等于4加3 4向上走3格 这样 ok 好 我是直接看他向上还是向前 向上向前的话 他是加 就是说我向上 和向前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加 然后他向下 然后向后的话 我们用减 就是这样 好 接着呢 如果我们的那个斜线的距离的话呢 我们有formula 或者是bytogress theorem ok so 斜线 的距离 我们用那个pythagoras ok bytogress theorem ok 好 就 除了bytogress theorem之外呢 或者是 或者是formula 或者是 formula ok so 当他线是斜的时候 我们横跟直的时候 是直接大减小 斜的时候 我们用bytogress theorem 或者是 那一个formula formula formula是什么呢 x-x的square 加y-y的square 然后整个square root 为什么会是x-x的square 然后y-y的square 然后square root呢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 你看啊 在这一边我有a 这个点跟b 这个点 然后我的az 这个点呢 他是x-y-e 向前走x-e 向上走y-e x-y-e 向前走x-e 向上走y-e 然后我的这个距离是x-x-e 这个距离是y-y-e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的square 就x-x-e的square 加上这个的square y-y-e的square 然后整个square root 所以我的formula 其实是这样来的 so 在这一边 他要我们找j-k的那个距离 然后 2 decimal place so 我的k呢 是向前走4 向上走8 我的j是-3 然后2 so 在这一边呢 这一题他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呢 是我用by the grace theorem ok 然后我这一边 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的这一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你看啊 这个是4 -3 然后4-3 它就是7哦 然后这个是8 2 8-2 6 所以我的jk呢 会是等于 那个 什么square root of 6 square加7 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6 square 加7 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square的85 好 然后 另一种做法呢 就是我拿 那个 减 ok so我的jk呢 是4-3 4-3 的square 然后8-2 的square 6 所以跟刚刚的6 square加7 square 是一样的 然后我也会拿到square的85 so square 的情况之下 它的答案是这样 ok 题目要我们写多少个decimal place 两个decimal place 两个小数位 所以它的这一个呢 会变成了9.22 so 它的答案是9.22 ok 好 然后 在这一边呢 这一题呢 其实我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我的jk 等于这个减这个 减3减4 减3减4的square 然后2减8的square 整个square 减3减4 就减7的square咯 然后减6的square 减7的square 加减6的square 这样 ok 然后减7的square 跟减6的square 最后它还是拿到square8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用 任何一个点减另外一个点 都是一样的答案了 ok so 只是如果它是斜上去的时候 我们用上面的这个点减下面的点 就会比较漂亮啦 然后 这个的话呢 我任何一个都可以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减30 减30呢 就是向后走3 向上走0 5减12 这个是5 然后这一边是 negative 1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 呃 我用 0减-12 0减-12 所以它这一个是12 这个的距离是12 然后 5减-3 这个呢 是5 减-3 5加3 8 所以这一边是8 所以我的这个JK呢 是直接是 那一个 8 8 8 2 8 2 12 4 4 13 4 13 所以 同样的 我在这一边 我的jk呢 我可以用那个formula 然后它是五减减三的square 五减减三 五减减三的square 然后减十二减零 减十二减零的square 所以五减减三是八的square 然后减十二的square的square 你看它其实也是八十二 然后这个所以是四square是三 四square是三的话呢 它换成两个小数位的话 它应该是十四点十二 OK so这个jk我也可以用 这个减这个 减三减五的square 零减十二 零减减十二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就有negative八的square 加十二的square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四square是三的 一样的东西了 OK 好 所以我们用的是 呃 那一个 你画那个直角三角形出来 或者是你用formula x减x的square 然后y减y的square 整个square 两个都可以 好 在这一边呢 这一刻呢 它基本上只有两样东西而已 OK 然后可是它的那个应用题 它可以很复杂 然后它就是从那两样东西组合出来 那两样东西是怎样呢 就是 距离 OK 就是我们刚刚学的距离 距离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横线直线大减小 斜线就是piedrograph theorem 然后后面我们会学到midpoint 就第二种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学到的是距离 好 在这一边 它state the coordinate of p p先前后再向上 向前走2 向上走1 这边是1 所以它答案是d 2 1 然后这一边 它说 呃 pqqrst pq 然后 然后qr 还有st 好pq这一边呢 我这一个是三格 这一个是四格 piedrograph theorem的话呢 我的pq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3square加4square 会是等于5啦 这一个square root of 3square加4square 我拿到的是5 所以我的pq是5 然后我的这一个qr呢 是q去r这边 很明显的 我在这一边 我的qr 这一个e 然后-2 所以它qr在这一边的时候是1-2 然后就1加2 也就是3 所以我的qr呢 的距离是3 4 然后st呢 就是从x去到t st 它是属于那一个直线的那一种 上面下来这一边 直线 横线直线直接大减小 这一边是1 然后这一边是减3 所以它的这个st等于1减减3 所以是1加3 4个 所以它这个是4 ok 好 st是4 然后我们的这个pq是5 所以pq是5 3 4 3 4 4 好 接着第六题这一边 它说pq是在origin 所以q的coordinate是00 然后它说pq是3unit to the right of x-axis and 6unit below the x-axis 3unit to the right of x-axis 向前走3 然后6unit below the x-axis 6unit below the x-axis 的话是这样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是呃3unit to the right of x-axis 向前走3 然后6unit below the x-axis 向下走6 所以它是3 都号减6 ok 所以我的这个p呢 是3都号减6 ok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这个pq是在这一边呢 so 这个是p 然后这个是q 所以我的这个pq的距离呢 就直接3-0的square -6-0的square 所以它是3square加-6的squar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就square root of 3square加6square -6的square就是6square了 所以它是3square 然后呃 这样 所以它答案是6.708unit 6.708unit ok so当然啦 那我们在这一边 那我们在这一边 我用phytopolis theorem 这样也是可以的 它是向前走 这一边是3格 这个是6格 然后这样 这一边3 这边6 然后所以我的pq等于square of3square加6square 跟这个也是一样的 也是3square 跟shopea shopeb的距离 ok 跟shopea shopeb 然后 它x走 y走都是1unit 1km 然后拿你一个距离 kama加比较近 so kama加呢 是00 1234 然后这个是向前走4 向上走1 12 123 这个是23 向前走2 向上走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oa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4-0的square 加1-0的square 所以它是square root17 4 square16 1 square1 16加1 square root17 然后我的o b呢 它是square root of 那个2-0的square 然后再加3-0的square 然后224 339 然后它是square root13 这个小过 square root17 所以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 b是比较靠近的 ok 或者是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 我把它换成小数 square root of 4 square加1 square 然后我拿到是square 17 所以它这个是4点多 然后我这个是square root of 2 square加3 square 然后这个我拿到的是3点多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4.123 这个是3.606 ok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km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说b is closer ok closer to karma 的架 ok b比较靠近karma的架 好 在这一边 它给我们一个trapezium trapezium的话呢 它会有一派是平行的 然后它说ab是7个unit so-4 2 是向后走势 向上走2 然后我的b这一边呢 我就向前走x 向上走2 所以我的这个x呢 它只能直接这个相差7格 这一边相差7格 所以我的x呢 是-4加7 所以我的这个x 直接是等于-4加7 然后我拿到是3 所以我的b的coordinate 是3多号2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它告诉我area是34 它叫我们找d的coordinate 他area等于34 so我知道area等于34 我们知道area for trapezium呢 是1 2 上加下再乘高 上面的距离加下面的距离再乘高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下 这个是我的上 然后它高是多少呢 这个5-2 向前走5 向下-2 所以它的高在这一边是多少 所以它的高呢 是这样 它的h呢 会是等于2-2 所以它是4格 所以我的上市7 下市我要找的cd 高是4 所以我的这个2分之1 7加cd 乘4 会是等于34 我在这边 越越这个是2 然后我把我这个2 除下去 所以我的7加cd 等于34 除2 也就是17 所以我的cd等于17-7等于10 所以我在这一边7加cd等于10 cd等于10 cd等于10 就是说这一边是10格5 然后这一个我给它 呃 嗯 那一个x2吧 ok 刚刚这个就x1 x1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d呢 他是x2 然后-2 向后走x2 向下走-2 然后我的x2要怎样找呢 我的x2呢 就直接是5 向后走10格嘛 所以我的x2等于5-10 然后等于-5 ok so我就可以拿到它是-5 所以它是-5-2 ok 所以我的d 会是等于-5-2 所以我的d 会是等于-5-2 因为我在这一边 我的d是-2 我的d是x2 -2 ok 向后走x 向下走-2 d-2 这样 ok cd是10格 所以我们的这一题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 ok 好 接着我们进入7.2 这一刻的第二个部分midpoint midpoint是什么呢 加起来除2 中间的点加起来除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可以直接观察 他也可以是加起来除2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midpoint呢 其实很简单的 他就x1加x2除2 然后y1加y2除2 midpoint就是中间的点 所以我的ab的midpoint呢 就是在这一边1234 两格 这样 就是说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他呃 四格的中间 两格 三格的中间 六格的中间 三格 所以这一个是向前走1 向上走0 然后接着bc的中间 就很明显在这一边啊 向前走4 向下走-3 4-3 所以这个是4-3 ok 然后过后呢 我要的是cd的距离 cd在这一边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在这一边两格 两格的一半的话呢 是这一个 所以通常你找到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就不用找了 这一边2 4 6 8 8个的一半 这一边就4哦 ok 所以这一个他是3-8 3-8 这个是3-8 然后d1 d1在这一边 他中间是这一个 向前走0 向下走12 所以他是0-12 ef的中间呢 是在这一边 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这一边 所以他两格的中间一格 然后四格的中间两格 所以这个是向后走3-3 向下走10-10 所以他是-3 斗号-10 然后fg的话 他中间在这一边 2跟-8之间他是-5 ok 你看123 然后123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其实我可以做这样的 -2加-8 加起来除2 所以他是-10 除2 他是-5 所以这个是-4 都号-5 这个是-4都号-5 然后g a g跟a的中间是在这一边 这一个-3 0 ok 向后走3 向上走0-3 好 接着我们要找pq的中间 pq的中间在这一边 这个是-1 2 -1 2 然后我的rs的情况之下 他中间是 2 0 2 0 然后 这个呢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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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后走1 然后向下也走1 好 就是这样 so midpoint 我们可以用 那一个 嗯 formula 加起来除2 加起来除2 或者是我们直接看 他的中间在哪里 ok 他的距离这边写四个 他一半就写两个 这样这个就是他中间 ok 好 接着再来这一边呢 他就用formula x1加x2除2 y1加y2除2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midpoint呢 是-7加1除2 5加9除2 然后-6除2 就-3 然后14除2 就7 所有的m是-3 7 然后这一题呢 这个a的coordinate 是向后走5 向上走9 b 是向前走0 向上走1 所有的midpoint呢 他就会变成了-5加0除2 然后9加1除2 所以-5除2 就-2.5 -2.5 然后9加1 10 10除2 所以我的m 是这样-2.5 当然我也可以写成分数啦-5 2 然后5啊这样 ok好 然后 这个vw 我的midpoint的话呢 他就直接-6加10 除2 3加7 除2 所以我的这个是10-6 4 4除2 2 然后3加7 10除2 5 好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p的coordinate是什么 p的coordinate是向前走3 向上走4 所以他这一个是对的 然后q是origin吗 q不是origin 然后 有没有r是origin吗 r不是origin origin是下面这一个 这个才是origin 然后他问r是 这样r是那个pq的midpoint吗 是的 你看写1写2写3 写1写2写3 写1写2写3 所以他r是midpoint of pq 然后q是什么东西呢 q是距离x assist 距离y assist 123 距离y assist 3 so他这一边 距离y assist 3 so 3 to the left of the y assist 3 unit 然后left of the y assist ok 然后过后呢 他是2unit below的x assist so他在这一边 这一条是x assist so x assist下来两格 所以他这个是2unit below的x assist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这个是这个 so这一刻我觉得 比较容易出错的 比较容易出错的 反正是这种q的 这个 对我自己来讲 你要很清楚 他是x assist是哪里 然后向x assist 向后走三格 y assist是横的 然后向下走两格 ok 好 好 好 在这一边 他 说ab等于bc so ab等于bc的时候呢 我的心里想abc ab等于bc的时候 这样b就是他的midpoint啊 midpoint就是加起来除2啊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就我的m加-3除2会是等于-1 m加-3除2等于-1 然后过后呢 我同样的在这一边 我的2加-4除2会是等于n ok 2加-4除2会是等于n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搬过去-2等于m-3 然后这个搬过去-2加3 1 我把这一个直接2-4-2-2-2除2-1-1 这样我就拿到mm了 好 在这一边 ef是64跟142 然后d呢 是inline with ef 然后他距离ef 什么 the vertical the vertical distance and horizontal distance of ef 是4 times the vertical distance and horizontal of de ok 好 Calculate the coordinate of midpoint of df 这题他很难 ok 这一边呢 他说d是跟ef同一条直线 然后这一边呢 我猜测了 呃 那个题目没有想到很复杂的情况之下的 他就是在这一边这样 他就这样 这个是d 这个是d 然后他说 ef是那个 de的四倍 ef是de的四倍 这边e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跟他分成 这样 12344分 这边是1分 ok ok 所以 这个 呃 的 那个 做法的话呢 我们这边def 这边我有一个m ok 他一个m ok 然后 midpoint of df df so 不可以 我在这边有一个g ok 然后我的g 其实是ex的那个midpoint 所以我的g呢 是6加14 除2 然后4加12 除2 所以我的20除2 16除2 8 所以我的g 这个是18 然后我的d呢 是midpoint of eg 所以我的d是6加10 除2 然后 4加8 除2 呃 16除2 然后他就会变成8 然后12除2 6 你看8 6 这边8 6的时候你看6 来8加2 然后8 来10加2 对 4加6加2 然后6加8 也是加2 然后他现在要的是什么呢 他现在要的是midpoint of d d跟f midpoint of df 的话呢 就是拿这两个的中间咯 所以我的这个midpoint of df 的话呢 他就会是等于 那个 呃 8加14 除2 然后6加12 除2 所以他的midpoint呢 会是等于22除21 然后18除29 所以他答案是19 9 ok 他说我我在这边我当做是他是在里面的那一种啊 就直接他在里面的那一种可以 ok 嗯 好 这一题呢其实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的 可是我相信另一种可能性是呃 应该不是题目要的题目把它当成我把它当成就是说那一个D是在EF那条线里面 如果我的ES没有在那个条线里面的时候向后延长的话是向外延长的话 这样我的D会是42 ok 怎样拿到42的呢就是说我在这一边12跟4之间8格 8格的四分之一是两格 然后这个是6跟14 4的距离是8格 8格的一半是两格 所以我这个是向后走两格4 向下走两格2 4 2 然后我直接拿D跟F的那一个midpoint的话呢 他就直接啊4加14除2 然后2加12除2 我拿到的是97 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一边是8格2格8格2格 所以他这一边向前走两格向前走两格 所以我刚刚的这一题呢 我另外的一种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刚刚的做法是用midpoint在midpoint的方法 然后其实他另一种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这一个64向前走六向上走10 向前走14向上走12 所以他的这一个的距离是12-4 8 然后这一个的距离是14-6也是8 然后他的8的四分之一是多少 四分之一是2 所以我的四分之一乘8等于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D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我向上走2 他就会变成6 ok 4加2 3加6 然后我向前走2 这一个是6加2 8 所以我的D呢是6 向前走8 向上走6 然后跟这个一样 然后接着我要找他的midpoint的时候就简单了 就直接8加14除2 然后12加6除2 所以他的midpoint呢是22除2 11 然后18除2 9这样 119就是这样 ok 好 然后 呃如果我们 在这一边就是像我刚刚秀给大家看的另一种可能性 so 另一种可能性的话呢 他是这样哦 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拿到这一个 是6 4 14 12 这一边是8格 这一边是8格 然后我在这一边再延出来这一边 这一个是我的D 然后向后走两格 6-2 4 然后向下走两格 4-2 2 所以我的D这一边是4 2 ok 4分之1of8 等于2 所以我的这一个的midpoint呢 就会是 呃4加14除2 然后2加12除2 所以我的midpoint是18除2 9 然后14除2 7 97 所以他这个是97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 呃 这个是 呃 another possible solution 这个是 呃 呃 这个是另外 那个可能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很大可能是 老师不要这一个了 ok 这个 another possible answer 另一种 ok 这个是 another 然后possible solution ok 但是这个很大可能 是 不是对的啦 因为题目要的很可能是D 就在那个EF里面 这样哦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呢 他是两个长方形 ABCD 还有 DEFG 然后 那个 midpoint 是 5 6 和14 3 respective d ok 所以在这一边 他的midpoint 是他中间的点 他中间的点呢 就是这样 这个跟这个交叉的地方 就是他中间的点 所以他这一边这样中间的点 这个的中间点是5 6 向前走5 向上走6 所以这个是14 这个是14 ok 向前走14 向上走3 所以这个是14 然后 3 这个是5 这个6 我的B是向前走1 向上走7 ok 然后他要我们找D的点 还有F的点 哦 D的点跟F的点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很简单的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一个跟这个同样长度 这个跟这个同样长度 所以我可以直接D这边 我就可以给他是 D我给他是Hk so我的D这边我给他是Hk 然后我的midpoint 是5 6 B跟D的midpoint是这一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H加1除2等于5 K加7除2等于6 H加1除2等于5 K加7除2等于6 所以我的H加1等于10 K加7等于12 然后我的H会是等于10-19 K等于12-7 这个是5 所以我的D是向前走9 向上走5 好 然后我的D我拿到这一个是95 除5之后 然后我的这个H 我给他是xy 所以我的X加9除2等于14 X加9除2等于14 X加9除2等于14 然后Y加5除2 然后Y加5 然后Y4等于3 所以我的X加9等于28 X等于28-9 然后他就19 Y加5等于6 然后Y等于6-5 1 所以我的X是191 OK OK 好 好 就是这样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首先前面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是 呃 X的加起来 H加1 除2等于5 5 然后过后呢 我们再来 这一个 YHK加7 除2等于6 然后再来 接着这一边 这一个是14 so 14 4 这个是X加9 除2等于14 加起来除2 两个边加起来除2 会是等于中间 然后 再来就是 Y加5 除2等于3 这样 so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 这个D是95 F是191 好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要检查答案 其实很简单的 你看啊 在这一边 15的时候呢 他是相差4格 这样我向前走4格的情况之下 我的这个5加4 9哦 然后 向前走9哦 然后这一边7 6 下一个就是5啊 567啊 所以我这个是95 是正确的 然后 然后这一个9跟14之间 9跟14之间5格 然后我的14加5的情况之下 他这一个就会变成19 然后5跟3相差两格 在下两格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1 所以他是191 所以他这个是191 好就是这样 嗯 我们这一边用这一种 呃横下横下的 就是说这样直接观察 哎 呃 向前走几格 向前走几格 向下走几格 向下走几格 或向上走几格 向上走几格 向后走几格 向下走几格 这个拿来检查答案是非常方便的 可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呢 你要完整的步骤 然后你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写 ok 好在这一边 他说l是midpoint of km 然后m是midpoint of ln 然后他要找n 所以我的m呢 我给他是那一个hk 所以我的h加-2 除2会是等于0 然后k加2除2会是等于1 所以h-2等于0 h等于2 然后k加2等于2 k等于0 ok 这一边 这个翻过去 好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m呢 就会是等于20 so我的m是20 然后n我给他xy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x加2除2 没有x加0除2 等于2 然后y加1除2等于0 所以x等于4 y加1等于0 y等于-1 所以我的n会是4-1 ok ok 4-1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的h加-2 除2等于0 然后过后呢 我的k加2除2等于1 然后再来在这一边 然后再来在这一边 我的x加0 除2等于2 然后我的y加1 1 所以我的y加1 所以我的y加1 除2等于这一个0 好 这样 这一边 我要教大家一个mx的方法 ok mx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不过在讲mx的方法之前 来我们检查一下 减2去0 向前走2 再向前走2 就2 再向前走2 他变成4 对了 所以这个是4-1 对了 2去1 向下走一格 向下走一格0 再向下走一格-1 这样就可以了 so 在这一边 如果我们要用mx的方法的情况之下呢 ok 在这一边的这一个 mx的方法mx的方法他有点 mx的方法算了 我就不教你们mx的方法 这个其实是有mx的方法 然后我这一边用mx的方法就好了 我就不讲mx的方法 哦 用普通的方法来检查 向前走两格向前走两格 向前走两格向前走两格 向下走一格向下走一格 向下走一格 那拿那个来检查方答案就可以了 好 mx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mx的方法是这样的 ok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一边是1分 跟这个1分一样 因为他midpoint 这个跟这个一样 这个也是1分 所以我现在呢 我的l这边是1分 kl这边是1分 lm这边是2分 然后交叉 交叉的时候呢 他就x乘1 ok 1乘x 加 那个2 乘2 除 1加2 会是等于0 1加2 3 3乘0 0 所以x-4等于0 x等于4 然后1乘y y y加2 2乘2 除1加2 会是等于1 1加2 3 3乘1 3 y加4等于3 y等于3 3-4 然后y y会是等于-1 所以n呢 所以n呢 会是等于4 多号-1 ok 跟刚刚的这个答案是一样 ok 只是mx的这个方法 嗯 我就不详细讲了 有机会我再来详细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讲座的 这边我就不详细讲了 好 接着他来到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7.3的部分 ok 然后在这一边 他 呃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for coordinate of same x axis y-y same y axis x-x 然后different of both 就 这个是斜的啦 好 x-x e the square y-y e the square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一个parallelogram parallelogram是平行四边形 ok 然后左边跟右边一样长度 上面跟下面一样长度 然后 他们这个平行with y axis 他说bc的距离是15个unit bc的距离是15个unit 然后他让我们找coordinate of b 这个是向前走6 向上走0 向上走0 这样我直接0加这个 它的y 这边是 那个0加15啦 so它的y是0加15 然后也是15 所以我的b的coordinate是向前走6 向上走15 所以这个是15 然后接着他要找的是bd的midpoint bd的midpoint so b我刚刚在这一边 我已经找到我的b是6 15了 so我的这个midpoint for bd呢 就加上来除2 减4加6 除2 然后减8加15 除2 所以我的这个呢 1哦 然后720 ok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写成3.5 ok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写成1 然后3.5 这样 ok midpoint 好 然后我们要知道 一样东西 就是说他的midpoint等于midpoint的那一种的 ok so 在这一边 其实他是希望我们用midpoint等于midpoint的方式来找a 可是 我又心理想 我这个是减4 减4减8吗 向后走减4 向下走8 这个是15 所以这一边也是15啊 我直接拿减8加15就可以了啊 他的y是减8加15 然后拿到是7 然后所以我的a的coordinate呢是减4 7 这样就可以了啊 减47 这一边向后走4 向上走7 这一边是7 减47 然后他要找area of the parallelogram ABCD area的话呢 他就是那一个呃 二分之一base 没有就直接base成hide 藏成宽而已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一个切下来放上去 他就变成一个长方形了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这一段ok 所以我的这一段我把它切了放上来 他变成一个长方形了 然后在这个长方形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45 so他的hide45 他的base是多少呢 他的base呢是6减减4 然后6加是10 所以他的那一个area呢 是base成hide 然后他就是10乘15 150 然后unit square ok so我们要知道那一个area for parallelogram 是base成hide so我们要知道area for parallelogram 是base成hide 就是这样 base成hide 他是拉外了的正方长方形吗 拉外了的长方形 就是长方形的面积 他长方形的面积就是那个底层高啦 这样吗 ok 好 好 好 第16题 在这个图呢 他是hospital跟amira的家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说 呃 be farm ok be farm is located on the original origin 什么不是 就是 7unit to the right of the y axis 然后7unit to the right of the origin 这一边 ok 他是origin的7个unit ok 第一个tujuunit 个canan basic y 这个y axis 是这一边向前走起 ok 然后 然后 他 amira呢 去hospital找他朋友 然后 过后再去be farm 才回家 然后 in the middle of the journey she need to return home because of an emergency calculate the shorter distanc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journey to her house ok 他在这一边 middle of the journey 你你这样看你不懂middle of journey 是什么 你看马来文 你看马来文 就是说他是先从这一边 从他家去医院 再从医院去这一边 所以他的middle of the journey呢 是医院跟这个mid 那个 那个 那个养风的地方之间 养风的地方是向前走去向上走零 这个医院呢 是 呃 减四 向后走势向上走法 然后 他到一半的时候 再回家 所以他一半是他的mid point ok mid point是在这一边 so他的mid point呢 是减四加七除二 然后八加零除二 所以我的这一个mid point呢 是 那个 七减四 三百二 1.5 然后 8 加零除二 8加零除二 8除二 4 1.54 所以这个是1.5 然后 4 4 是1.5 减四七 1.5 1.5 1.5 大概是1.5啊 这边是2吧 02468 1.5 4 然后 他的加是在哪里呢 他的加这个 我当做他是在他的中间 这一边呢 然后 246 这个是3 然后 这个是10 so 阿米拉的加呢 是向前走10 然后向上走3 所以他们之间的distance的话呢 就是 那个 10-1.5 ok so distance的情况之下呢 那就是 10-1.5 的square 然后 3-4的square 然后 在这一边 我的 10-1.5 那这个是8.5 所以 8.5的square 加 减1的square 所以 我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 会变成了 8.5 square 加1 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 8.56 8.559 所以他这一个 会是等于 8.559 units 好 so 这一边我就把 阿拉夫三中了 form 2 chapter 7的 练习讨论完了